释迦佛 元旧的时候 阿南尊哲向佛请教 佛在世 我们以佛为师 那佛 灭度了不在世 我们以谁为老师 我们要跟谁学习呢 佛答佛了 佛没有介绍人 佛只告诉阿南 那就是告诉我们 以戒为师 佛说两句话 以苦为师 你要真正想成就道义 必须把世 这个世间里 明文立养 无余六成 财色明识税 这个东西都放下了 为什么 这东西放不下的话 清净平等觉 你怎么回答了 清净平等觉 是信德 就是中国老祖宗讲的 自信本善 本性 本善 三次经上讲 人之粗 性本善 你的自信 是真真 秦净 平等 真就此 现在迷失了 自信 现在迷失了自信 所以才有 自私自利 明文立 明文立 贪诚之门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自信里都没有 这是什么 习性 习性也得有 自信也得没有 所以三次经上 接着说 性相近 习相远 从自信上来讲 大家都是佛 佛讲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在我们中国古生仙仙说 一切众生 都是神仙 人人皆可以为遥顺 遥顺是圣人 你的自信都是的 信随时一样 我们今天讲 那讲平等 但是习就相远 习是习性 一切习惯 静读者赤 静默者黑 教育的理念 就从这里生 为什么要教 狗不教 现在请 你要是不好好的教他 他的习性跟本性 就越来越远了 远到善地都不见了 卧地全出来了 这麻烦就大了 记得吸引人